中国剪纸艺术家李欣欣 自由创作画家杨涵琪 日前在洛杉矶举办媒体见面会 在会上 李欣欣首先向大家介绍了 中国剪纸艺术的起源 中国最早发现的剪纸作品 是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 北朝时期的五幅团花剪纸 随后于唐代大发展 普及于宋朝 明清时期走向成熟 并达到鼎盛 而李欣欣从小接触剪纸艺术 并于2010年至今 创作了多幅剪纸作品 杨涵琪来自中国江苏 从小就跟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2010年在画展上 受到了赵乌吉和朱德群 两位艺术家的抽象作品的启发后 开始将油墨颜料 用中国水墨化的方式 稀释后进行创作 其画作展现出一种 独特的意境之美 这次的作品主要带来的 都是一些泼墨作品 然后是以大自然当中的 就是风景为主 然后用我自己 就是创作的素材 然后以自己的方式 然后呈现出来 本次活动由世界名人俱乐部 与美国阳光教育学院联合主办 两位艺术家 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把自己的作品带到美国 带进校园 使年轻的一代有了接触 和学习中国的剪纸 绘画艺术的机会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林汉勤 洛杉矶报道